Hello大家好,我是莱森 今天要给大家讲解的DeFi案例是运营一条龙 我们先来看一下演示视频 这套workflow的目标是根据你的背景信息 一键生成竖板加横板的封面图 并且自动配备全平台分发的文案 可以看到我们有竖板的一个封面图 当然我们也同时生成了横板的 然后除了背景渐变把那层嵌套去掉之后 基础的图片也是有的 我们来到文案小红书文案 我们可以看到每一段都写得非常清楚 并且带上了我们的表情 然后最后带上我们的hashtag 然后在抖音的文案上它会稍微的短一点 如果在线程上呢 我们可以看到一开始有个 以下是你不能错过的重磅信息 这种标准的这种影子 以及每一条帖子后面会有一个数字 来标注每一条帖子的序号 好 然后来到最后呢 会有一条转发并评论 这也是我们thread的一个标准手段了 然后在ins的文案上会简短一些 哔哩哔哩呢 我们的简介会提供更多信息 并且带上一个制定评论 吸引大家去看我们的主页 我们先来讲解一下这套workflow的一个设计思路 首先是开始的部分 我们可以看到要你填写一下标题 以及临时使用的术语 比方说你可能有一些梗是临时会使用的 或者一些英文单词是临时使用的 你完全可以写在这个地方 当然语之配备的是在后面 我们也有一个一般专有术语的一个维护表 可能在你的领域里有些经常需要维护的 但是请注意在这个地方 没有必要添加太多没必要的词语 比方说很多词其实AI已经掌握学习过了 如果你经过几次测试 发现有些术语并不是能够很稳定的生成的 那么你完全可以放到这个地方 好然后我们继续讲解开始的这个节点 继续往下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个是正文风格强调 还有一个是输出语言 输出语言主要是面对一些海外的平台 你要用什么样的语言去发布它 而国内的平台始终是保持一个中文 当然你可以对后面的workflow进行一个调整 来实现语言的统一 然后再往上看这里有个请补充必要的信息 来帮助AI的推理 我来解释一下这个部分是什么 就比如你今天有一个活动 分了四个阶段 然后你说我要在7月的不同的时间点去进行 那么你至少应该在这里清楚的说明它 否则AI再强也不知道你到底要怎么做对吧 一旦大家填写一个东西的时候 大家就会觉得我是要好好写作的一种思路去写 其实没必要 在这个地方你完全可以把你的草稿写进去 因为AI可以根据你的草稿 或者是口头表达去自动进行一个推理和整理 所以你没必要去修饰你的用词 但至少你的关键词要说对 这是这个部分 好讲清楚了开头的部分 我们再来讲中间的一个关键的基础部分 这个部分呢 是我们专门把变量抽离出来 我先说一下为什么要这样去设计workflow 其实这种思路非常类似于我们iOS的快捷指令制作 大家为了方便其他人使用自己的快捷指令 会把容易变动的变量抽离出来 放到最前面 比方说你的名字 这个时候你可能是Ryan 也有可能你要给其他人用你拿到这个模板 你会改成自己的名字 那包括你的头像的url 以及我们后面要渲染的这个图片 你的背景图片 你说我想换一个 我想用黑色的 我想用深色的 或者是用其他的界面图片 怎么办 我们可以在这个地方直接把我们的url 给他进行一个更换就可以了 而且把变量抽离出来的一个好处就是 新手小白完全不需要关注后面是如何实现的 他只需要在前面关注这个变量 我改一下就ok了 这是一种提高你的用户使用体验的一种良好的方式 所以我们特意的把它给抽离出来 好讲清楚这个部分后面其实都是顾名思义 我就不做详细的展开了 再往后看是我们的正文部分 在这个部分呢 有很多不同的提示词 这个提示词是根据我们群友季刚提供的提示词来进行一个更改 如果你觉得这个提示词不能够满足你的垂直领域的一个需求 你完全可以对它进行一个自定义的修改 所以在这个地方我只是帮助大家提供好一个框架 在后续呢你就不用自己花费心思去设计它 只需要更改我们的提示词以满足你们的效果就可以了 在这个地方我们不需要对全流程进行一个测试 因为每一个节点都有一个单独的运行按钮 我们点击它就可以在这里填写一些测试用力 然后来看一下它的输出效果是否符合我们的预期 好提示词的部分讲完了 我们来说一下这个部分的一个缺点 主要的一个缺点其实在标题生成的这个部分 原因是因为我们前面标题的字体的大小是确定的 但是我们的标题生成的长度是不固定的 这是一个大语言模型的决定的 所以说如果你生成的标题太短 那有可能会有大量的留白 而如果你的标题太长 又有可能会和你的头像进行一个重叠 那么更好的方式是什么 我觉得有一种可能的优化方式是 你在这个地方不需要用AI去生成 而是直接在一开始的时候手动的去填写我们的标题 这样可能会更加的稳定 再说了写一个标题相比于写正文来说可是轻松了很多 所以我们可以把写正文的部分交给AI去做 而写标题让我们自己来做其实也没有什么困难 讲清楚了这个部分 我们再来看后面我们是如何去生成我们的标题呢 在这里主要是运用到的我们群友做的一个项目 叫做Image Render 它的意思是我们可以直接根据一个请求体 然后来直接渲染一张图片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项目 它大致是长这个样子的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左边有一个代码 然后它被发到我们项目里就可以直接渲染为一张图片了 但是呢这个代码是我们经过设计过后的 也就是说你的设计模板是由你的代码决定的 因此如果你要设计自己的模板 你就必须自己去设计一下这个代码 幸运的是我们的开发者Neo 他正在做一个可视化的编辑器 这样呢大家就不用去脑补 或者说像我这样借助Figma去找到他们的一个定位 在这个地方呢我也进行了一个拆分 其实你完全没必要把它们拆分为很多个部分 这里呢我只是方便大家理解 比方说这里是文本 这里是图片 这里是线条 这里是二维码 这里是图片中的矩形 然后呢 在这个地方我可以对不同的地方进行一个注视 比方说在我的案例里 我不需要这个二维码 所以我把它给注视掉了 你可以对它进行一个更改 当然呢其中的一些符号 如果你不是特别懂代码的话 我建议你不要去进行一个修改 或者你也可以花费一定的时间去学习它 然后我们就用到了http节点去发起一个请求 这个东西呢我们在上一节视频已经讲到了 如果你有兴趣的话 可以继续看一下上一期的视频来进行一个支持点的巩固 之后我们提取我们的这样的一个url 比方说在这个地方我们拿到了一个结果 我们把url提出出来 方便我们最后的一个合并和整理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模板转换 或者叫template的这个节点有一些不同的好处 一开始呢我们是把它用来填充一些具体的变量 还有一种好处是我们可以进行一个排版的输出 比方说在最后的时候 我们把它所有的变量排版成这个样子 以至于我们输出可以像片头那样非常清晰的 整洁的输出出来 给到我们的这样的一个用户 好的 全流程我们已经讲解完了 我们来说一下 如果你要自动化还可以怎么改 首先呢 其实这个部分已经是某种程度的自动化了 因为对于一个人来使用的话 你不太可能经常去改动你的名字 对吧 所以如果你的团队有多个人 你要如何去使用呢 一种方式就是每个人都可以在本地上去跑 另外一种方式呢 就是接用我们的API API的话 我们可以看到这里一个API的应用文档 在传参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传递不同的参数 比方说你今天有个Excel表 Excel表的不同的数据 是对应不同的用户名 以及不同的背景信息 那么你就可以在你的本地写一个脚本 然后把我们的DeFi的这个workflow呢 以一种API的方式进行一个调用 因此我们可以把这些部分全部放到Start 然后用API的形式去进行一个传参就可以了 好了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 如果你也喜欢研究自动化 想要了解更多DeFi的workflow呢 那别忘记点赞加订阅 我们下一期再见 拜拜